POP抢先报 继续寻求连任 是的 好 那个习青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星哥跟你有二十几年的交情 你们是换铁兄弟 他最后走了 你一路陪着博弈 办理这个后事 那艳师也是你在旁边陪同 你会跟我们讲 就是说 星哥他在世的时候 对博弈他的期望 以及星哥他在这个 离世的这个过程当中 给予博弈什么样的协助 我跟星哥 从我在民国八十一年内研究所的时候 到立法院去当国会助理 就认识到现在 那算一算已经二十五年了 那当时 我们还有一个第二研究室的群组 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赖的群组 大家互相在联络 那当时研究室 跟现在立法院完全不一样 是一个大研究室里面 然后里面有各个不同党派的委员 包括当时民进党的部分 甚至包括国民党新党 新K连线什么等等 大家都在里面 而且大家虽然不同党派 但是助理之间 大家感情非常好 而且各位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说星哥当时是在立法院 还没有国会助理工会的时候 助理联谊会的时候 他就是创会的理事长 然后后来带着整个助理 所以他等于是我们助理群的老大哥 那也正因为这一层感情 所以二十几年来 不管过去在新党 在清明党 甚至在零四年 联送合作之后 我们一起再回到国民党来 等于是新哥一直是 我在政治这条路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哥 兼导师 那也提醒我非常多 加上他的个性 他可以说是暖男的十足 因为他非常会照顾人 是 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大哥 那他也不另提息后进 我记得在他九月下旬 当那天早上我得到消息 知道新哥出了意外之后 很突然 我一时之间无法反应 也无法接受 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当然前一段时间 的确知道他的身体有些状况 也替他有点担心 但是发生这样的结果 实在是难以置信 更无法接受 所以当时事发的第一时间 我也跟博弈 跟新嫂试着联络 然后也尽可能的提供 他们一些帮忙 那当然我觉得 博弈特别是在这段时间 他非常勇敢的去面对这一切 突然发生的事情 那新哥当然对博弈一方面 既往很深 他在任何地方 不管是在我们准备议题 咨询的过程当中 甚至包括他在平常地方 办会刊 或什么 他总是不忘 包括我 包括我们议会的同仁 包括地方很多他的支持者 都希望大家多拉把博弈 多给博弈一些指导跟协助 我想对博弈 意爱之情跟期许之深 一语言表 大家都可以充分的感受到 是 博弈你可以被谈一下自己的父亲 你所认识的李欣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作风 什么样一个为人 从政治路 你认为你自己来定义自己父亲 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我想我父亲是一个非常 律己的人 他从小到大都教我 就是要把自己做好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大家 所以其实小时候 我常常就会 跟我母亲在讨论 说为什么我常常看不到我父亲 因为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我父亲可能还没有 已经出门了 对 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我父亲可能晚上很多餐会 很多一些 选服要做 他并没有回家 所以小时候我跟我妈说 为什么好像跟我爸爸不熟 看不到他 这是之前我一直 没有对政治有很大的兴趣 因为我觉得 做这一行 把家里遗弃了 我觉得其实 很早之前 我对父亲 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当我真正的在 在这三年来 就是真正进入了 我父亲的议会 这办公室 为选民服务 开始接触了大众之后 我渐渐能够理解 我父亲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父亲 他找到一行 他的责任感跟实名感 可以发挥的地方 他一直跟我说 人在功本好修行 他认为能够帮助别人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快乐 他也希望 能够让我从他 为人民服务的这种 专业跟认真的态度 希望将来 我能够成绩他的这个精神 以前我不懂 总是觉得 把自己做好就好 但是看了我父亲 做了这么多 我现在真的觉得 不止我自己要做好之外 父亲还有很多 没有做完的事情 跟希望 我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 我能够继续将他完成 因为我父亲的希望 不再只是他的希望 而也是我未来的希望 其实应该走得 非常的突然 大家都很震惊 但是也很难过 生前父亲有没有跟你 好好的坐下来谈谈说 他希望把棒子交给你 他希望你能够继承 他什么样的一个政治 传承一波 其实有 因为其实我父亲 其实今年是64岁 而且其实在7月多的时候 我父亲还请过很多好朋友 生日参会 那我父亲 就是他生日 64岁的生日 对生日参会 今年的 对刚办 那 其实在前两年 其实刚才说 在我回来的那一年 我父亲其实就有想要退休了 他认为 大家对国民党的这个 刻板印象 就是老人政党 他认为 他应该把这个棒子拿出来 让我们很多年轻人来抢 因为政治不是世袭 他认为只有拼尽我的权利 让选民认同 你才有可能抢到这个席位 而且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投入国民党 为国民党来出力 有新的想法 所以我父亲很早就跟我谈过 前一年的时候 我父亲跑任何的行程 我都是自己跑 我爸爸从来不会带我跑 因为他觉得 他放手让你自己去跑 自己去经营 没错 而不是说 你就是李星的儿子吗 他也不准说 我讲我是他的儿子 就是地盘 他觉得说 甚至这行的冷暖 我要自己知道 他说如果 他带着我跑 大家一定会给他面子 而都会称赞我 什么等等 可是他说 那个对我将来不是好事 他说对我 当我自己好好的跑完过 吃到了这行的痛苦 这行的欢乐 我是真正能够喜欢这行 真正愿意走入这行的时候 他才愿意真的跟外面人 说他要把帮子掉给我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艰辛 我觉得这样是累 可是过程 第一次没有父亲 他让你去跑 其实对你来讲 我看你应该是属于羞怯型的 是一枚大帅哥呢 我跟习亲哥比较差多 习亲哥是已经我们所谓老中青 我们自认了 已经是中年人了 这个不敢说你是小鲜肉 但是仪表堂堂又高又帅了 当然就说我们还要看内里 当他放手 你第一天你接触群众 虽然你很早就跟着爸爸 你也帮他浮选 可是当放单飞 你自己要走一条路的时候 其实很困难吗 很艰辛吧 你会觉得 应该说是 因为其实爸爸 希望我来做这个 延续这个动作 想法很久了 所以其实之前我们就准备一些 不论是我们 因为我们选去大安文山 希望大安文山的一些政见 希望改进的地方 包括 爸爸认为我要有个定位 未来影响走哪个方面 走教育 走安全 走什么建设等等都可以 所以其实 之前都已经定位好了 那我有我的想法 因为我的背景是理工背景 我在美国念的是航太科技 那我很希望 现在议会大部分都是政治经济的一些议员 在那比较多 那我很希望用我工程师这个背景 然后来给我们的 下一代给我们议会 一个不同的面貌 我希望用科技 来打造下一个新的台北市 一个航太这张工程师 而且你还是核四的工程师 对核电厂工程师 对 等一下这个学经理 我们再特别帮博弈介绍一下 习青 新歌他在世的时候 就是生前最后一段时间 你有感觉他透露出蛛丝马鸡 是想要交棒吗 有这样的一个语会出现吗 其实早在 我几年前第一次看到博弈的时候 他们讲第一次看到博弈 我有点吓一跳 因为我看他说 哇怎么这么高这么帅 真的是光你讲的小鲜肉 那我就看了新歌音 我说 哎呀你真的是 不像是新歌 不能讲歹逐出好损 因为新歌其实也是帅哥一枚 只是比较资深一点 对对对 那我觉得新歌刚博弈说的 因为诗底下我们都叫博弈叫多多 他的小名比较亲切一点 多多 对那 呃 新歌 我想 望子成龙是每个父母的共同心愿 只是说 怎么样帮他铺成一条是他自己的路 是不是接自己的衣钵 这一次他彻底的放他单飞了 对所以我觉得新歌内心 是不是他也会觉得说 第一个他 如果让他走这条路 是帮了他还是害了他 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这是做真正的 自己的亲生儿子 他会这样想 没错就说 呃你会觉得说他适不适合 对 然后他走这条路 对他未来人生规划 是他所喜欢的吗 嗯 那他承受的这些压力也好 外界的打击也好 嗯 那会不会反而影响他原生 本来的专业跟自己的人生的规划 我觉得这是每个从政人物 不管 你到什么年龄 你一定会为自己的小孩所感受到 所以我觉得新歌 为什么会先让博弈先去自己体会 而不是用新歌儿子的身份 一开始就用他儿子的身份 去跑一些行程 然后活动等等 就是希望说观察他到底 对这个环境的适应怎么样 那我觉得 很多所谓的政额 在事实上对这个环境 先天上都是排斥的 因为 就像官夫人不希望丈夫成员 他从小就觉得说 这不是个正常的工作 而且不是个好的选择 嗯 所以当博弈他经过这几年的历练 他自己觉得说这个工作 除了能够慢慢体会新歌 投入这个份工作的用心 跟辛苦之外 他自己也研究用他的专业来投入 然后呈现一个不同的风貌 嗯 我觉得至少是了了新歌一个心愿 而且他在天之里至少可以说 诶 博弈是因为他自己喜欢 也认同了而选择这条路 而不是说他 只只交代 或者说指定说你要走这条路 嗯 我觉得这点新歌倒可以比较安心 就是他自己经过一个 很长时间的观察 至少是爱儿子 而不是害儿子 没错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定论 好 我们就现在这段广告 我们再继续相关李博弈跟戴琪青 他们要参选四议员 老中青啊 现在是中青两代啊 好好好 我们休息一下拿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贵宾 一位是戴琪青议员 他带着李博弈 李星的儿子来了 那我们今天市议员 这个参选人的系列 我们主题是托姑 其实你可以发现 我做这个系列 有的是搭配 比如说 吴征 时代力量的 在同样一个选区 他碰到这个许巧新 那我就几个人跟他选了 他说他愿意跟许巧新同台 那其他的这个行星色色 我们也会做一些 非常的设计 那今天名为托姑 就是一有所指 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位参选人 那习青 其实新歌走太突然了 他一杀手的时候 当然就是市议员的身份 没了 那所以市议会的 这个办公室铁地没 但是地方的服务处还存在 那当然就博弈 因为失去父亲了 他不可能在路途上 这个跑这个参选之路上面 他会有什么会看的权利啊 会有所谓的鱼印啊 之类的 所以你们几位老大哥老大姐 叔叔阿姨 这段时间不管 这个服务处要断吹了 或者说有一些会看的机会 其实你们都有出手 其实因为我知道很多 包括局处的同仁 服务联络人 甚至地方上很多朋友 也都愿意继续协助博弈 来做延续新歌 在地方上服务的工作 但是终究因为市处要有名 当新歌不在了 博弈光以一个过去助理的身份 或是新歌儿子的身份 他是没有办法去 要求这些公务机关的人员 来做配合的 所以在第一时间 我那时候陪了博弈一方面 去跟议长做沟通 当然因为新歌不在 办公室是一定要收回去的 但是是希望说 就这个部分 能不能给一点缓冲的空间 那么也希望能够在党团 我也建议我们国民党党团 安排博弈在我们的党团 担任一个党团秘书的工作 让他至少在外面 跑一些地方行程 或是红白铁的时候 在市议会党团 对就是台北市议会 国民党党团正式聘他为御书 那他也会在外面 跑一些行程或活动 红白铁 有一个正式的title 对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地方服务的部分 等于是说 因为我跟志斌跟新歌 藏起来我们就同一个咨询组 所以他现在在地方上面 只要有一些会刊 协调会需要发通知 给各局处派员 来协助参与的时候 我办公室就会帮博弈 来发这样的一个开会的通知 那么由我办公室发出之后 那他们有个依据 就可以派员到地方上面 在大安文山协助博弈 来做一些后续的 选民服务的工作 那博弈自己也非常的认真 就这些 不管是选民服务也好 协调会也好 会开也好 他都亲自去参与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 至少目前为止 能够协助博弈 继续在地方上面 跟营的部分 是 其实博弈七年级升 身高 我刚讲又高又帅 人家有190啊 190的李博弈 曾经是202宪宾指挥部的通信士 他是在美国读书 取得南加大机械硕士返国 从2010年李欣竞选的时候 他就在总部帮忙 当然李欣也很严格要求他 一律对外 不要讲说你是我儿子 而是以助理的身份现身 那中间有一段时间 李博弈转任民间企业 包括从事都庚的工作 后来刚刚提到了 又在核四厂担任工程师 那曾经帮林胜文助选 那这次你自己要投入选战 不过我敢问 我很冒昧的请教 星哥走了之后 你们家庭的经济 或者是你以后要参选 你会不会担心 这个奥元 我讲的是银蛋不够 就是说 有没有陷入了一个 比较拮据的一个状况 是 其实这个 我要参选 爸爸要退休 其实在前一两年 就已经确定好了 爸爸就是觉得我 要把棒子交出来 要给年轻人来竞争 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 其实 应该说比较幸运一点 就是说 很多的规划 其实都已经规划好了 包括接下来 可能每个月 买个步骤 我们要做什么的一些 不论是广告啦 或者宣传 都已经有了 只是只有在 因为父亲 这样意外的离世之后 我们的议会的一些 议员所有的一些 助理的补助 或者一些 议会的办公室使用 这个会直接 随着议员解职而消失 那在这里 我只有感谢 不论是所有 我父亲的好朋友 甚至是我们 议会的办公室的同仁 因为他们 除了帮忙之外 我们办公室同仁 其实都是 自己都是减薪 来帮忙的 还是继续帮忙 还减薪 对还减薪 因为他们觉得 之前 我父亲对他们很好 他也希望 无论如何 一定要陪我走完 这个最艰苦的一层 因为这个事情 是大家所始料未及的 所以我 除了感谢之外 还是只有感谢 也很感谢父亲之前的 为人 真的很多好朋友 不论喜新格 志兵议员 小微议员 文威议员 都非常的帮助我们办公室 让我们办公室的服务 能够继续下去 让我父亲 未完成的事 能够继续生根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所以目前来讲 大致上还顺利 还顺利 所以你知道 一个父亲 一个资深的政治工作者 他的扎根 他的资产 可以流用到第二代 就是说 他的这个扎根之深 我们可以从这样 然后他顾自己的儿子了 你看他这个 非常的绵密的一个安排 然后下来就是看博弈 博弈还没有 这个展开热乎乎的 真正的激烈的选战 也还没当选 他一路就在感谢了 这个蛮好的 那我们等一下就 进入第三段了 我们就实战了 我还是从老中青的 冲着带极其来问他 如何寻求连任 然后这次这个仗怎么打 对内可能保障现任 那对外呢 对不对 那还有博弈 怎么样在 角株非常激烈的 巴安文山区 能够脱颖而出 好 肩上不是你一个人 很多人 尤其你父亲 他在你的肩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传承 你必须要比其他人 就是说你的重担更重 更努力 更努力了 我们休息一下 介绍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看到2018年的选战 除了这个现场的选战 尤其直辖市场 是我们一个指标 观察的一个目标 那市议员选举 其实母鸡带小鸡啦 其实向其心已经成为小母鸡啦 你自己要搏战嘛 是 敖战 你的选区是松山新义 我们刚揭露像时代力量的吴征 徐晓鑫他们的新秀 那他们有提到还要 徐晓鑫还要内战 他要面对这个 初选 王振德嘛 他上次不幸落败了 所以您是现任的 您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您那个选区的盛况 我们内区总共10席 那目前国民党是5席 那预计明年应该会提6席 也就是会加1席 那当然小新的机会是蛮大的 因为他的曝光各方面 都大家看在眼里 那可是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 这次不管提名是不是单独要过半 因为议会现在63席 如果单独要过半的话 提名32席 可是32席是不是32席都能够上 或者是我们必须要独立过半 因为这个影响到 下一届的政府议长选举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有党 比如说新党 还有一些无党籍的议员朋友们 所以我觉得就策略上面 恐怕市长都在做规划 提名数额的时候 必须要把各选区的状况 以及议会党团这边 做一个深入的沟通和了解 那么当然 从太阳花运动之后 坦白讲 蓝军这边在年轻人选票的流失的部分 的确是比较明显 那在松赛新义来讲 我们现任五席里面 我算是最年轻的 所以 所以 在国民党有限的年轻选票里面 我算是相对较多的 可是当因为太阳花运动 而很多年轻朋友 对蓝军对国民党 产生一些负感的时候 我的选票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其实你这样 你这个三言两语 突显一个问题 你还最年轻在你们那个选战里面 所以我说 所以前面那个已经是 所以我说 不是说老的不好 当然 你像丁总中 像林玉芳上次立委落选 很多人在经过这一两年观察的时候 都觉得说很可惜 因为他们是国会 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幼稚的 而且他们学有专精 而且问证各方面都得到好评 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整个大环境的改变 资深反而变成一种包袱 其实在国外很多像 老牌的民主国家 英国美国 资深国会议员 都是国家的宝 政党的宝 你说八十几岁啦 对 而且他在国会的影响力 跟他能够对监督这个国家政策 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都是非常大的 可是悟患心 你到台湾这样的一个选举过程当中 即便年轻人现在慢慢对国民党 从太阳化运动产生一些负评 可是我觉得 最近一个新的民调发现 民进党这个在一利一休 在各方面 他们在年轻的选票也下滑 可是这并没有转到国民党来 反而是像刚刚讲的 实在力量或一些新兴的政党 得到更多的认同 那怎么样在这样的夹缝中 求取生存 特别是台北市选民很特殊 每一届选举 大概都有三分之一 所有的新人有机会当选 十几年前我们也是这样当选的 那时候我在亲民党 对新哥都在亲民党的时候 你过去曾经把别人干掉过 对 所以当我们要面临新人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同样面对这样一个严苛的选战 那当然就一个连任者来讲 我们最重要当然一方面 把自己过去 像我现在已经第四任了 这届做完就十六年了 想当年我是三十几岁 那这四届以来 我们的一些政绩跟表现 我觉得当然是最重要 那我觉得一个称职的民意代表 除了把你现有的表现 呈现给选民之外 包括政策辩论的能力 包括媒体的曝光 包括选民服务 我觉得是缺一不可的 我一直期许自己做一个 比较全方位的民意代表 当然每个人有各自的选择 有人是比较偏重地方性的 有人是比较光守媒体路线的 那我觉得一个称职选民所信赖的 应该是各方面都能够兼顾的民意代表 那这些备受考验了 当然当然这一定要 博弈 你们大安文山区 也是要先扣掉现在四席的现任 所以原先大概有八席的实力 以蓝英来讲 那扣掉四席就变成三四席的空间 可是这边除了主播转任党的发言的 钟佩军 佩军也来过我们节目了 那还有这个好龙斌办公室的秘书金大军 另外二代的像立耿贵方的侄女啊 是 旁系的嘛 年轻貌美的耿威我还没看过 或许可以以后立邀 那再加上就是你啦 另外还有朱朱姐这边有一个选美皇后朱真瑶 选战激烈啊 空前胜空 你有信心吗 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选举这个没有信心 我们就没办法好好走下去 所以一定有信心 那你适用你们党内的加权积分呢 是 呃 国民党这回很提拔新人啦 嗯 有新人的加权10% 嗯 这个只要是首次参选都有 你算首次参选 我算首次参选 哦 但是也不受制于 对 我不受 因为父亲走了 对 不是现任的一员 那再就35岁以下加权15% 嗯 那36到40岁加权10% 加到40岁是不是有点那个 因为国民党的之前的青年设定40岁了 是 对对对对 好 所以我还有信 虽然没有35岁以下36岁 但是还有10% 好 你的这个人生政治导师 政治导师 除了父亲李星之外 你现在有没有一些 呃 官场的目标 譬如说我随便出个题 是 讲万安会不会是你的一个 学习的目标 我觉得万安哥会是我们学习的目标 嗯 当然啦 我们在地方上跑 很多人都说万安哥很帅啊 这个气质非常好啊 这个看到他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儿子一样 这个这个你 你不用输他 这个是第一款啊 是 再就是我觉得 万安哥的态度跟 他表达的诚意 嗯 热情 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 因为也许我们新人没有像 资深的议员这么的经验那么多 但是我们要表达出来 就是我们热情跟决心 嗯 因为让他 让民众知道 我们是真的想为他们做事 嗯 而我们那想做事决心 让他们感受到的时候 他们才会愿意把那个神圣的票 投给我们 嗯 因为毕竟选举不是一个 无法量化的一个东西 他这种感情的投射 嗯 他支持你 他欣赏你 嗯 他就愿意给你机会 好 所以我们像国民党年轻人 我相信会呈现一个新的不同的风貌 好 最后大概二三十秒 博弈 我们借着空中一语双关 跟在天上之灵的李欣 您的父亲 说几句话吧 是 就感谢我父亲 尝试下来一直 拉拔我长大 而接下来的路 我会好好走好 家里 妈妈我会顾好 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您未完的想法 希望一致 我都会尽全力 我们办公室同仁 一起来为您实现 好 这是李博弈 那加上带他来的老大哥 戴希青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光琴 谢谢所有的听众 谢谢星哥 谢谢光琴姐 也谢谢大家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 我们马上进行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